我唯一 送信的这一刻 亲友的爱上 用这一刻 追思会上 亲友的泪止不住 退休老师苏小梅 突发了心急 撒手人寰 家属与发青都难以接受 25号早上就接到这样的消息 为什么这么对了 通过今天的追思会 我才发觉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在慈祭室这么的开心 如果要让妈妈安心的话 就自己也要做好好 再出来再做好好 加入慈祭21年 苏小梅总是勇于承担任务 即使需要照顾生病的母亲 她还是心心念念要做慈祭室 个性温柔 热心付出 加上人生经验丰富 善于聆听 她是许多志工的善知识 她带人也很诚恳很坦诚 这个当我本身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会找苏老师听我说话 苏老师总是会 她会安慰我 她会用上人的法来给我震灵 她知道要寻法相要带动 每一天四点半 她就会miss call给我 是邀约我跟我家师姐一起去 陈中举寻法相 给我很多的鼓励 在任的时候 她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人生的最后这一段路 苏小梅有法亲有家人陪伴 所有的不舍都化作祝福 愿她成员再来 大爱新闻 王成耀 刘宝林 刘国佑 马来西亚报道